一条流不中的珠江 两岸讲不完的故事 欢迎收看 圣共掌全国优秀栏目 珠江几时 各位老伙企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 主角就来头不细 他的名字叫张细超 林冠肯定不知道 他的爷爷竟然是清朝时候的著名月商 当时号称是南洋第一富豪的张拔市 我猜大家一定会觉得 身为南洋首富的孙子 张细超一定是身家大把 过着上人无法想象的奢华生活 而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那位南洋首富的后人背后 又是怎样不为人知的全奇故事呢 想知道吗 不用急 还是那句 下面我喝茶 你看片 他叫张细超 今年六十三岁 是居住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名普通的老人家 张细哥 谢谢你买单 好…这些都齐了 好 而他同时有着一个不普通的身份 他的爷爷曾经富甲一方 如果说起你们不信 这里现在的市值十亿八亿 我会把他发展成一个 东南亚最大的葡萄酒庄 他和他爷爷一样 白手起胶 有了一段全奇的人生 张细超 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 小时候 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 父母也没有跟他提过 关于他爷爷的故事 他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 每天上学读书 过着平凡的生活 小学二年班的时候 我说到有一个很知名的人士 是外国人 叫爱迪生 我当时的反应 我见过 以照相不是见过这个人 做校长那个 对着全班同学说 张细超 你说谎 而事实上 张细超并没有说谎 那时候他家里有很多他爷爷 流下来的文件 而其中有一张 确实就是爱迪生的照片 是爱迪生和爷爷 在美国的时候的一张合影 上学的时候 我把这张照片给我的校长看 我说 校长 你见过这张照片吗 这张照片就是爱迪生 站在那里 这个胖子就是爱迪生 他看了一颗眼 当我面说了一句 对不起 那我已经很满足了 张细超那时候的满足 可能仅仅是因为 在校长面前拿出一张照片 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而对于你阿障 爷爷留下来的照片的意义和价值 甚至他爷爷是个怎样的人 他就一无所知了 张细超的爷爷 原名张振勋 自博士 清代广东大部院人 张博士白手起家 涉足各种生意 成为了当年名簇一时的东南亚首府 张博士更因为建立了 张域葡萄酿酒公司 开创了我国葡萄酒工业化生产的先河 从而被称为中国葡萄酒之父 而关于张博士的身世和经历 却从来没有人和张细超提起过 年少时候的他 对此也并不感兴趣 和普通人一样 他更关心的问题 是找一份好的工作养活自己 当年我是十七岁半 那时候我进入香港皇家警察警队 那时候我进入警队 就是比较容易找到好的生活 同样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张细超在结束了警队的工作生涯之后 脊身去到英国 自己竟然建了一间小餐馆 因为在那里开餐馆是比较上 上铺下居 就算怎么样都好 都不受两餐 但是就在张细超去英国生活的这段时间 一次他去荷兰旅行的经历 令到他的人生发生了重要的转裂 当年我在英国开餐馆 去荷兰旅游 在荷兰博物馆 就是见过一份很接近我们有的 这种纠结批文 我所以就通过当年的 他围着的境界线 我想去看清楚 是否和我们保存的一样 怎料原来是真的 张细超所说的他保存的东西 正正是在家中每天都流下来的文件 在博物馆里面 看到了和自己家中保存的一样的东西 这样一来 令了张细超很意外 张细超的家 到底是否真的有这些 张拔是流下来的文物呢? 空口无憑 眼见迷失 在我们摄制组的再三请求之下 张细超直接答应我们 将香港部分文物的珍迹 拿出来给我们一宝眼福 张细超就经过香港国物馆 丁申炮 加上当年他的导师 是英国的国物馆导师 叫做Car Smith 是香港英文大学 教历史艺的 鑒证过 认为这些东西是非一般人可以有的 张细超拿出来的这些文物 其中有几件是第一次在媒体浮光 如果现在这么说过百万 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张细超说 他拿出来这么多文物 竟然只是他收藏的文物的冰山一港 我们国人能够在外国得奖的 可惜的是 或者是出于文物安全因素的考虑 张细超借着了 我们去他家里拍摄其他更多 张拔氏留下的文物的请求 张细超所收藏的 关于他爷爷的文物 刚刚一曝光 马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甚至引起了很多 研究张拔氏的学者的高度重视 杰激这些文物不仅刊见 而且还真实地还原了 很多之前为人所不知 或者是未能证明的史实 与此同时 张细超本人也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关于他的说法 可以说是众说昏绰 然后有人就说 他爺爺之前是南洋首富,除了文物,一定留了很多財產給他 也有人推測,如果張世超,張家手上的文物賣了,一定會發到不清楚 現實當中,張世超的選擇又是怎樣的呢?我們繼續看影片吧 通過對自己收藏的文物,以及爺爺所經歷的那段歷史的研究 張世超知道自己的爺爺曾經是多麼富有 你都明白了,經歷了時代的變遷,爺爺還有爸爸 並沒有留下什麼物質上的財富給自己 從小到長大,他離開我,都沒有延遙過 只不過就叫我好好保存 這幾箱裡面,現在就叫做文物 以前就是我們的契居 這裡是靜海路,第十一號,由13579 都是屬於我們張拔氏家族的物業 如果說起你們不信,這裡現在的市值十億八億 確實這樣說,就像靜海路這樣的商店 還有很多其他原來屬於張拔氏的房產地產 現在都是屬於政府托管的狀態 這種所謂我們靜落的家財 就是誰都想去爭取 張世超都是一樣的,不過我張世超 是以一件事為我自己最基本的想法 就是把拔氏留下的,是他的精神文化遺產 但是,加分的一句就說 好仔不論野天地 唯有自己去掙扎 去創造自己另一面的世界 要白手起家,自己打出一片天地 哪有這麼容易呢? 但是,機會捐負了張世超 那時候還在英國做餐館生意的他 有一次受到國內一位朋友的邀請 回到中國 就是這一次,他要在商場做一番事業的欲望 被檢驗了 那時候,我回到中國裏面 我發現原來在中國才是最大的商機 在中國到處都是商機 亦到處都是挑戰 做過飲食,做過店子 亦都做過製衣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今年63歲了 我大約是三十歲左右 就已經離開警隊 開始我的商業生涯 在打拼的過程當中 張世超在廣東結識了幾位 非常好的朋友 他們既是商業上的合作者 亦都是私底下的好兄弟 由於張世超在他們幾個當中年紀最大 所以他們都認張世超做大哥 但有意思的是 關於張拔士的事 張世超在幾個兄弟當中 一直是隻字未看 對 後來漸漸才發現他是張拔士的孫 在我眼中他很有張拔士的血液傳統 我要做一些事 讓人知道張拔士的後人 都不是煩煩之輩 出來做這個生意 雖然不是很大 在當時來說 都是得志的 但是 在商場上打拼的人都知道一個道理 伴隨著利潤的一定是風險 張世超同樣也經歷過他的低谷 然後跟他多年兄弟 叫他出來聊聊聊聊天 或者是聊聊天 將他在低谷上慢慢慢慢帶出來 過程當中 幾個兄弟也曾經見過張世超 看看是不是 考慮把手上的文物賣給拍賣行 很可怕的 真的會罵我們的 會發脾氣的 他是很堅持的 不會賣的 我都知道他 最重要的就是 自己的家族聲譽能夠延續 我不是講錢 問什麼 張世超沒有賣到 相反 他做了一件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張世超將他收藏的 很多張拔氏的文物 都無償地捐給廣東華僑博物館 所以可以說 現在張世超他捐贈這一派 張拔氏的文物 可以說是我們廣東華僑博物館的 震館之寶 這一張金櫃了 這一張 這一張是他 張拔氏 他向清政府 申請 他要建這個葡萄浪酒的專利 這個清政府當時批附 把這個批附件寄到新加坡 那個吉隆坡的時候 檳榔尼的時候給他的 這些都是原件來的 非常珍貴的 他自己說這些事 值這麼多錢 而他拿去拍賣 這些錢 教他去揮霍 教他去享受 我好自負 我也有這樣的方法 我不需要出賣自己 民族家族的歷史去賺錢 我有辦法賺錢 但賺錢的方法 就是一個窮門 不會告訴別人 經過了三十多年的經商 可以說 張細超 竟然積累了不少的財富 現在已經63歲的他 本來應該用這筆錢 好好享受世界 但是 他又啟動了一個新的計劃 而且這一次 張細超 要跟他爺爺 鬥個高低 好 好 車隊駛去的地方 是位於廣東茂名市的 天下第一灘 張細超的夢想 就要從這裡起航了 原來 張細超 把目標對準了他的爺爺 走 他想向廣東 也建立一個 能夠跟張宇比美 甚至超過他的葡萄酒莊 這裡就是茂名的 眼鏡 尖地是三萬五平方某 我會將它發展為東南亞 最大的葡萄酒莊和酒莊 一頭是張細超一行人等 在這裡駐足討論 一頭 是從長灘卷離的海風 呼嘯集吹 似乎是要掩蓋他們 在商量的商業秘密 到很落後的地方也好 是有機會 不敢說百分一百 八十以上 是達到世界水平的 因為這裡叫做天下第一灘 煙台那裡有個山海關 是天下第一關 在這個淵源 在這個冥冥中 在這個冥冥中 可能就是 令我在這裡落戶的 原因 又或者是緣分 面對大海 張細超這個時候的心裡 在想什麼呢 是在免壞爺爺之前的風功遺跡 還是還是在這裡規劃著自己的葡萄酒莊 未來的藍圖呢 或者 不久的將來 這個站在長灘的老人 就會成為另一個傳奇 將細超的目標最終能不能實現 我們拭目以待 但無論怎樣也好 在一個六十三歲的男人的身體裡 依然能夠併伏著活力的血液 我港古佬看到了 拼搏不拘連閒 夢想永無止境 不知各位老友記 你們是看到什麼呢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說的 或者想了解我們朱空幾時更多的資訊 歡迎關注我們 騰訊微博 好了 你們的故事就到這裡了 正所謂 善輩打拼殊風碑 後人奮鬥抱全棋 勞其伏力洪心在 若馬奔騰 至千里 我們下期再會 拜拜